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就是单级简介部分查看 好啦 招聘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嗨 各位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6月4号星期二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5月份新能源车企的销量 为什么都在增长 曾经也想要封禁TikTok的特朗普 为什么又注册了TikTok的账号 亚马逊为什么想要在自己的APP和网页里 增加点外卖的功能 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 打开全新的一天 英伟达公布AI芯片产品路线图 6月2号英伟达CEO黄仁勋在行业会议上表示 他们将在2025年推出Blackwell Ultra芯片 在2026年推出Ruby芯片平台 根据了解Ruby这个名字的灵感 来自于一位发现了暗物质的美国天文学家Vera Rubin 未来英伟达AI芯片产品的更新节奏将是每年一次 黄仁勋还提到 随着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呈指数级的增长 传统的计算方法无法跟上 只有通过英伟达的加速计算方式才能削减成本 并且介绍了英伟达芯片 再减少能耗 降低成本等等方面的能力 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 在Blackwell芯片向客户供货之前 英伟达就公布了自己的下一代产品 这表明英伟达正在努力巩固自己 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 根据金融时报6月3号的报道 快时尚电商巨头SheIn 已经基本确定了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可能会在最近几天之内 向英国的监管机构提交上市申请文件 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 SheIn去年的利润创下了20多亿美元的记录 在上一轮融资当中的估值达到了660亿美元 由于大型科技公司都更愿意在美国上市 如果SheIn成功登陆伦敦证券交易所 也就能回避来自美国的监管压力 我们早咖啡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提到 美国国土安全部最近收紧了SheIn和TiM 等等跨境电商包裹的审查 不过华尔街日报5月底的报道显示 SheIn内部还没有完全放弃在美国上市的计划 5月新势力销量集体回暖 根据界面新闻6月2号的报道 5月国内造车新势力的销量 环比集体增长 有9家汽车品牌销量破万 排名前三且销量都突破3万辆的 分别是Ian 理想和鸿蒙智行 蔚来和极客也创造了单月交付的最好成绩 理想汽车在4月底宣布全系降价 L系列的销量随后稳步提升 最便宜的车型L6在5月最后一周 占到了理想全系车型销量的4成以上 已经成为了理想的主力车型 不过他们的纯电MPV车型Mega的销量 仍然没有增长 蔚来在5月交付量同比增长超过了两倍 在去年7月之后 第二次超过了2万辆 他们将要推出的第二品牌 乐道首款车型 乐道L60预计会在9月份正式上市 界面的分析认为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 已旧换新政策和厂商推出的优惠降价措施 都对销量提升有所帮助 最明显的就是蔚来和理想 尽管直接或间接的降价不一定会持续 但是很多品牌都在6月的第一天 推出了新的优惠权益活动 想要延续5月销量增长的势头 蔚来能源获得武汉国资15亿元的战略投资 5月31号 蔚来能源宣布获得了武汉光创基金 等等机构15亿元的战略投资 获得的资金将用于充电换电等等领域 以及蔚来能源充电换电基础设施的布局 蔚来能源成立于2017年 是蔚来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提供充电换电等等能源服务 去年年底蔚来CEO李斌表示 蔚来能源的充电业务 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盈亏平衡 换电业务在部分区域实现了盈利 长期来看蔚来能源可以实现整体盈利 目前蔚来正在组建换电联盟 它也是国内布局换电站充电桩 最多的汽车品牌 财新的分析认为 蔚来能源这一轮的融资 意味着公司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可 另外换电的模式 也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 换电车型的车辆和电池 可以分开销售 购车人在享受购置税减免的 政策优惠的时候 就可以按照不含电池的裸车价格 来计算减少购置税的支出 苹果计划让Siri控制应用内的功能 根据彭博社5月31号的报道 苹果计划对Siri进行改造 融入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升级之后的Siri 可以让用户通过语音 控制应用程序内的功能 扩大Siri的能力范围 比如打开某个文档 将笔记移动到另一个文件夹 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等等 苹果预计会在下周的 WWDC大会上来发布新的Siri 另外在5月31号 京东宣布加大苹果的降价幅度 苹果产品的京东自营旗舰店 降幅最高超过了25% iPhone15全系列的价格 也创下了历史新低 不过京东自营旗舰店 并不是苹果的官方店铺 而是苹果的授权经销商 特朗普开设TikTok账号 6月1号刚刚被定罪的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开设了TikTok的账号 在一天的时间里 特朗普就累积了超过300万粉丝 是拜登账号粉丝数量的10倍 而此前在特朗普担任 美国总统期间 他也曾经试图封禁TikTok 而现在他正在尝试利用这一平台 来吸引年轻的选民 TechCrunch的分析认为 一般来说 政治候选人创建社交媒体账号 并不是什么新闻 但是在TikTok 在美国的前景 还不明朗的情况之下 政客们也仍然希望通过他 来接触1.7亿的美国用户 Gab旗下的四个品牌 10年来首次同时增长 5月30号 美国服饰集团Gab 发布了他们上个季度的财报 数据显示 上个季度Gab的收入 达到了34亿美元 他们旗下的四个品牌 Gab O'Navy Athlada 和Banana Republic的收入 都在增长 Gab的主要市场在美国 他们有六成的店铺 都是位于美国 而这些门店 贡献了整个集团 接近九成的营业额 但是Gab在美国以外市场的收入 下降超过了8% 福布斯的报道显示 Gab的CEO上任刚刚8个月 他首先恢复了 每个品牌不同的文化特性 并且明确了 四个品牌各自的定位 Gab还邀请了 美国知名设计师Zag Pozen 担任他们的创意总监 这也是十多年来 Gab首次设立 创意类的高管职位 在最近的一次 时尚活动上 演员安妮海瑟威 就穿了Gab的白色连衣裙 这款售价158美元的裙子 随后上架Gab官网 很快就受庆了 亚马逊在网站和APP中 添加外卖功能 5月30号 亚马逊和外卖平台 GrabHub宣布达成合作 亚马逊将在美国的 网站和APP中 通过GrabHub来提供 外卖订餐服务 亚马逊的Prime付费会员 还可以在订单金额 超过12美元的时候 免除食品的配送费 亚马逊的高管表示 这是他们第一次 在亚马逊应用程序内 提供餐厅的外卖服务 CNBC的分析认为 面对沃尔玛和Target会员的竞争 亚马逊最近几年增加了 越来越多Prime会员的福利 想要以此来留住会员 被整合到亚马逊的GrabHub 则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用户 不过彭博的数据显示 GrabHub的市场占有率只有8% Doordash和UberEats的占有率 分别有三分之二和四分之一 英国环球影城将带来 600多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根据金融时报6月2号的报道 环球影城的高管表示 英国即将动工的环球影城 将会在未来20年的建设和运营当中 为本地创造超过6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还会带来2万个就业岗位 其中环球影城将直接雇佣 大约有8000人 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定 哪些主题项目会被引入到英国 英国环球影城将会是 欧洲的首个环球影城 位于贝德福德郡 距离伦敦不到100公里 英国本地有一半的人口 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到达 环球影城预计将会有 三分之一的游客来自海外 目前交通设施 无法承载数百万的游客 环球方面也正在和英国政府 进行讨论 想要在园区附近 建设能够连接 主要机场的公路和铁路 所以既然说到英国的环球影城 也想来问问你 你去主题乐园的时候 通常会选择怎样的交通方式呢 你是否希望主题乐园 离城市中心更近一些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另外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也想和大家来汇报一下 6月11号 也就是下周二 我们早咖啡 将会在我们的听友群 开启新一轮的社群活动 活动的主题是 双人成型 让头脑和身体都在路上 这个活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听友们只需要 邀请你的一个搭子 组成双人小组 每天收听我们 生动早咖啡的节目 并且每周运动两次 在我们的听友群内 打卡完成之后 你和你的搭子 就可以参与最终的抽奖了 这次活动的赞助伙伴 是来自瑞士的运动品牌 Ong 获得一等奖的双人小组 就能够得到由Ong 提供的CloudX3综合训练鞋 除此之外 Ong 还为早咖啡的听友们 准备了更多的福利 我们也期待着和大家一起来揭晓 如果说你对这次活动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我们的show notes 也就是单击简介部分的推文 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参加这次活动吧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还有更多关于Ong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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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介绍 千万别错过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 Nene 声音设计 庆明 研究员 东军 实习生 Stella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2010年铁人三项运动员奥利维尔博德哈特 和他的伙伴们在瑞士苏黎市 创建了高端性能跑鞋品牌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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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立之初 OngOng OngO就以他精美时尚的外观设计 和领先的缓震回弹性能 为全球跑者带来了革新性的跑步体验 让不论是新手还是职业运动员的跑者们 都可以专注 比较享受跑步的过程 2019年 网球大师费德勒的投资和加入 也让更多的运动爱好者 知道并了解OngOngO品牌 到了今天 OngOngO已经覆盖了从路跑 户外越野和日常休闲的各个领域 打造出了一系列高性能 开拓性的产品 在618购物节期间 OngO也陆续推出了多款新产品 来满足不同运动爱好者的需求 如果你对OngO 618购物节中的 各项福利赠礼感兴趣 可以点击shownotes中的 OngOngO天猫官方旗舰店的链接 了解详情 同时 在这期间 OngO也将号召多个城市的 On Run Club 跑者社群 发起 OngO运动局 等你来祖局的城市慢跑活动 用运动 开启新的生活习惯和新的状态 这个618 和OngO一起做运动的祖局人 所以 OngO也诚挚地邀请 早咖啡的听友们 在6月13日 一起来参加 从OngO北京国贸店出发的晨跑团 和一群热爱运动的朋友们 一起拥抱初夏的晨光 我们生动活泼的部分小伙伴 也会参与这次晨跑 所以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 在奔跑中 与我们偶遇 如果你想参加6月13日 OngO社群的晨跑活动 或者对之前我们提到的 运动日常打卡活动感兴趣 可以到节目的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中 找到并添加生小音的 企业微信二维码 让生小音带你加入 早咖啡听友群 在那里 我们会详细地为大家介绍 线上线下活动的规则与详情 如果你因为时间地点等不变原因 无法参加本次昂跑的晨跑团 也不要遗憾 昂跑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都会定期地举办立跑活动 也希望能够在今后的活动中 看到你奔跑的身影 这个夏天 让我们和昂跑一起跑起来吧